道理越講越明白 真相越滑越清楚 這裏是越講越有理 大家好這裏是越講越有理我是石頭 今天做下我們的節目是時事評論員路橋女士的路橋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反共方面美國似乎一直都是龍頭大哥 自由民主方面亦都稱為龍頭大哥 但是似乎近期只見到美國只有說話 出手的機會都是不多 究竟美國會不會動手呢 近期似乎看到真的開始動手了 可能是從幾個方面 今天請路橋來跟他們分析一下 有一件事是跟疫情有關的 這件事其實是很大的 布林肯前一陣子跟CNN說得很清楚 他是會把重心放在將來 他說疫情都會是追究的 不過最重要的是將來 當時我們也有評過 就覺得他這一番話是令我們覺得很失望的 但是現在來說布林肯第一次 就是開聲說他要追究這個疫情的源頭到底 他說為了將來的世代他一定要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的 我們也知道這個疫情一定要問責的 而中共是最怕這件事 他現在搞很多東西去轉移視線 所謂的疫苗外交 以前所做的口罩外交 所有東西他都是想在這裡轉移視線 他就是最怕人去追責 因為一追責就直接落到習近平的頭上 因為他說了是他全面負責的 他說了 他以前已經說了他一個人是全面負責的 布林肯說完這番話之後 就已經看到有反應了 就是來自歐洲、美國、澳洲和日本的24位科學家 他們就說世衛和中共那個所謂的報告 是不可靠的 就是不可以接受的 他們需要更加嚴謹的調查 他們寫了封公開信 大家要看一下澳洲、美國 還有歐洲、日本 這些就是美國的盟友 可想而知 其實在布林肯說這番話的時候 他後面已經有了動作 就是這些盟友已經出來 就要自己寫自己的報告 這次的封公開信是由美國的一位 是一個叫大西洋理事會智庫的高級研究員 他中文名有中文名叫孟天恒 他的英文名叫Jimmy Mads 他起草的 他就說中共和世衛的報告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就不接受了 我們可以展開另一個平衡的調查 他說如果是中共來參加的 最好了沒有的話 沒有所謂 我們一樣是可以對這個所有的源頭 這個新冠病毒源頭的假設 作重新的評估 他所有的評估當然會得出結論 這件事其實對全球都是很重要 因為現在來講 隨著疫情現在已經是一年多了 每一個國家所受到的 他們的人命、財產各方面 經濟的壓力是大到不得了的 那些人頭頭就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蒙蒙的 病到是吧 一天就追 有多少人死 有多少的疫情 但是現在慢慢開始醒 所以如果有美國的領導之下 作一個獨立的調查 得到的結論 然後這個結論就將來成為 全球問責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我覺得全球的人都被這個病毒害得很慘 所以這件事其實是很重大 因為已經看到有一個突破在 第一件事是這樣 再加多一句就是WHO正式出局了 世衛、譚德塞就沒得玩了 另外一件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知道我們現在 看到美國和盟友做了很多事情 無論是在這個 印太地區他們的軍事行動 或者就是在人權方面 對新疆的種族滅絕的譴責 對香港完全失去民主的譴責 還有就是經濟上的競爭 美國甚至是他的盟友和中共的經濟方面的競爭 做了很多事 但是做了這些事都始終是一個政策 或者是總統行政命令的範疇裏面 如果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政策和一個總統範疇的話 就會有很多漏洞的 譬如有很多的稅客 那些所謂的基身格之流 他有很多空間的 他還有會去滑船的 他就會周圍跟人家說 華爾街亦都有很多空間 為了利益 他們就會走很多漏洞 他們還想透過這個 或者透過那樣的方法 跟中共還在一起賺錢的 政府方面也會比較舒服一些 你只不過是政策 你不是一個法律的話 他沒有刑責 或者他不需要有被問責 只有這麼重要 所以當一件事變成一個法律的時候 表示這件事是會穩定下來 會持續 以及會是各層政府層層地實施 如果不做的話 就會犯法 就是嚴重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這次來講 由兩黨一起推出來的 所謂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這也是針對中共第一次的法案 就是針對中共的確張 它的處處逼人的行為 要去制服它的第一個法案 所以是很重要的 這個280頁的法案 就是涉及到 剛才我所說的那些東西 中共的經濟競爭 這個人權方面的 民主價值 所以這個對香港來講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因為將來來講 就不是一個總統行政命令那麼簡單 當然美國也有關香港的法律 都是有的 但是這次來講是增強版 更多一層保障 台灣都會比較安全 因為這個法案裡面 呼籲加強和台灣的夥伴關係 認為台灣是印太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印太來講 目前美軍很多在這裡集結 所以這個法案是要求 在2022年到2026年的財政年度 就是給地區額外的6.55億美元的一個資助 另外也都是為了這個印太海上安全 又再要求4.5億美元的資助 加上大概11億美元 所以將很多這些成為法律之後 又有財政的預算 就是正正經經的 就是一個法律 就算以後誰做總統都無所謂 這個已經成為法律了 下一屆的總統都要按照這個法律去執行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 當然是進展當中 但是一定會過 因為是兩黨的一致支持之下推出的 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它會很快 那麼這是一個法案 大家可能以後就要注意一下 這個法案如何發展 我也認為這個法案可能都幾快過的 因為這兩天美國的羅斯福號這個航母群 在南海方面進行軍演 非常之明顯就是對著這個遼寧號航母 他們說在西太平洋軍演 現在美國敢軍演的話 這些法案是支持這個海上 應該是快點過去就對了 另外就是美國也是採取過對中共 從守到攻 現在美國做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是它不對 美國就制裁它 這個經濟、貿易制裁 它不對 它過分去軍事上去南海、東海、西太平洋 去阻止它 它是偷美國的科技 美國又有很多的法律去制裁它 全部都是守的 就是你打到來 我擋你 我擋你 但是呢 跟著我所說的那個法律 就是將會是一個攻勢 採取攻勢 大家都知道拜登 他就有一個 二萬億元的基礎建設計劃 很大 包羅萬象什麼都有 但是國會 特別是共和黨 就很擔心 他說這個這麼大的項目 什麼都有包羅萬象 就很容易將針對中國技術發展 就是那一部分是模糊化了 到時你都不知道哪一部分 真的是針對中共的 所以他們為了要將 這個目標是清晰化 所以就建議 就將這一筆錢拿出來 講到要針對中共 在科技方面 跟它競爭的這筆錢 拿出來獨立於整個 2.3萬億的這個預算裏面 獨立出來 然後立法 立法把它固定下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會很清楚了 譬如說 你這些錢是用在哪裏 他們就說 應該用於人工智能 量子計算學 或者是這些 成立一些區域的 技術中心裏面 他們總共有十大的 關鍵技術領域 他們要是超前中共的 他們大概一千億的錢 五年內 有一千億的美金 是專門用在這裏的 不要到時候說 你起橋樑不夠錢 那裏就拿回去 沒有 所以這個完全是採取攻勢 很多人就說 現在你看 就以晶片來講 美國應該優先 就是給中共先進十到十五年 但是美國是未與籌謀 它現在來說 不是要先進十到十五年 那麼簡單 它是想競爭到的地步 根本一點份都沒有那麼簡單 現在美國已經是 我覺得是痛下決心去做的 所以這個法律叫做什麼呢 叫做一個法例 現在還不是法律 是兩黨推出的 它英文叫做 Endless Frontier Act 中文就很怪 譯作無盡邊疆法案 譯出來我覺得 可能不知道它說什麼 Frontier 就是科技的發展 是無限的 這個這樣的 Act 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現在來說 拜登基本上 就是他所有的對華的政策 都是沿用了這個川普的他的政策 但是現在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 就進一步就成為法律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點是很重要的 特別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你真的要做什麼的時候 如果只不過是政策 或者是總統行政令的話 一分鐘之內 你已經被人改了 我們都知道 好像拜登上場 他將川普的國內 很多的行政令 他一分鐘兩秒鐘 已經將你改了 成為法律 就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就是川普 大家都知道 之前他將中共的很多的數碼公司 或者科技公司 好像華為、中興、中芯這些 就放進黑名單裡面 所謂的黑名單 就是說 美國是不可以對這些公司 出口零配件 或者技術轉讓 什麼都不行的 不能夠出口 不能夠在美國國內 轉口都不行 總之就是多多限制 所有的 如果是有這方面的需要 一定要出口 出口給這些 中共的國企 就是這些國企 企業 那就一定要得到特殊的許可 但是得到特殊許可 幾乎是沒有可能的事 是極度麻煩的事 麻煩到你到最後 他就說我寧願不拿了 我寧願就這樣算了 就是這樣的 就是那個情況 壞到這樣的 現在拜登也都將 七間中國的超級計算機實體 就是這些計算機公司 包括在這個商務部的黑名單裡面 理由就是這些這樣的 中國實體協助中共的軍事行動 大家都知道 中共一向就說叫做軍民融合 意思就是說軍民機構合作 發展高科技產品 那什麼軍呢 肯定就是解放軍 總之你們民間發展了什麼 就跟軍方融合的 最終什麼都落到解放軍的手裡面 在中共來說 所有東西都是中共的資源 中共的財產 它沒有什麼分私營機構 工營機構 這樣東西就是令到西方國家大忌 我給你的東西 我給你發展的手機 但是結果就用了去解放軍那裡 你全部進去之後 就拿了我的技術 就完全就是建設你的國防 現在用著你們建設的東西 就去南海霸島 拿去威脅台灣 種種 所以現在來說 就是拜登加碼 就是將七間這些這樣的計算機公司 他們叫計算機 美國人不可以將技術給他們 不可以將零部件給他們 不可以將晶片給他們 其實這個也絕對是繼承了 川普的在技術上 切斷中共的源流的一個做法來的 我們以前經常都說就是說 就是川普的他最大的兩招就是 斷了中共的金錢 斷了他的科技的源頭 就是他晶片不給他 如果現在再加上立法 再加上就是這個疫情 正正式式去拿出一個獨立於WHO的結論 而根據這個結論向中共追責的話 這三樣東西加起來是很powerful 這三樣東西加起來 再加一一樣 本來來說就沒有什麼所謂的 我就覺得如果一些正常的國家 奧運對他們來說 好像日本這樣 無可奈何 他多數都是從錢那裡著想 這次虧得很慘 他不會覺得是天大的事 但是這次對東奧明年 在北京舉行的東奧 就是現在已經有這個呼聲去杯葛他 要去制裁他 就對中共來說是 特別是習近平來說是 很沒面子很難堪的一件事 但是因為沒面子很難堪 人家都知道 人家大家都知道 你會覺得很難堪 所以就會做 不是令到你很happy 他要令到你很難堪 美國政府星期三就說 他收回了抵制北京奧運的說法 國務院就這麼說 我們沒有討論過 也沒有現在和盟國討論要聯合抵制 為什麼國務院會說這番話呢 就是因為國務院作出這個聲明的前一天 他們的發言人叫做Nag Price 他在禮行記者會裡面 就說會啊 他說對東奧可能就會制裁的了 而且要和盟國討論下一題怎麼做 其實他都說了出來 他作為一個發言人 他說了出來 但後來為什麼會拿回來呢 我覺得主要是美國的奧運委員會是強烈的反對 這個這樣的奧運委員會 全世界都是被中共收買得很厲害 在加拿大又是強烈反對就是他們 個個都贊成 大家都要去制裁這個東奧 唯獨加拿大的奧運委員會是強烈的反對 這次美國奧運委員會是強烈的反對 當然也有些商家做生意的那些 要口口口賣廣告那些 他們可能都反對 所以我覺得美國現在要稍微靜一靜 定一定 然後我覺得布林肯肯定都是用以前的方法 和這幾個月的方法 和歐盟和其他聯盟討論 然後推出方案 所以這一段期間對習近平來說都是很痛苦的 因為2022也是他千秋萬世的一年 他很想的 2022也是奧運 如果有奧運多好呢 一份大禮送給他 但是現在人們差不多寧遲處死這個奧運 因為很多方案 有些叫做外交方案 意思就是說 不過政府人員全部都不加入 有些就說改地方方案 就說不如改來美國去洛杉磯 或者去哪裡 總之我們舉辦 但是我們就是不去你們那裡舉辦 很多方案出來 但是我覺得這個方案 各種的方案 隨著這個疫情 我覺得這個疫情的源頭 那樣東西是很大的 隨著那些的發展的話 是會牽起另一輪的全球反中的浪潮 就藉著一個具體的行動 大家去抵制洞澳 所以就還有得看的 這四樣東西 我今天講了四樣東西 都是進行式當中的 不過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趨勢來的 一個可以告訴我們 跟著發展下去 對全球抗共 全球圍共的這個這樣的潮流 它現在這些幾樣東西 我今天講幾樣東西 都是動力 在那裏 好像一個pedal 就是怎麼說 你在那裡猜猜猜猜猜 就是給它去 路橋講的那些法案 近期就會通過二讀 或者是通過國會裡面的投票 我們會繼續跟著國會 看看他們是怎麼修改這個法案 或者是怎麼增加這個條款 看來美國現在慢慢走向了這個 抗共的最前線 看看他們接下來還有什麼動作 你如果看我們的節目還沒訂閱的話 請你點擊右下角訂閱 順便點擊小鈴鐺 我們每一次有新的節目的時候 都會通知你 這裏是月光約有你 拜拜